男孩的姑妈来做客 但她实在是太渴薄了 居然嘲讽男孩的父母 这下踩中了男孩的雷去 杀 杀 她狠狠瞪着姑妈 只见姑妈的身体开始迅速膨胀 越变越大越飞越高 最后竟变成大气球 飞到了天上 哈喽大家好 今天阿旦继续给大家讲 哈利波特的故事 把恶毒姑妈变成气球 哈利依然不解气 收拾行李就要走人 然而走到街上她才想起 自己根本没地儿可去 她失落地坐在路边 一阵阴风吹过 对面的草丛里 突然出现了一只黑狗 哈利赶紧掏出魔杖 就在这时 一辆巴士突然驶来 这是专门受容落魄无视的车 哈利再次看向草丛 黑狗已经不见踪影 他只好登上了巴士 售票员正在读报纸 报纸头版上 一个凶狠的男人正在咆哮 哈利问那是谁 售票员告诉他 这是小天狼星 他是第一个 成功从阿兹卡班越狱的犯人 阿兹卡班 那不是最凶残的犯人 被关押的地方吗 据说那里守卫森严 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可还没等哈利问清楚 目的地已经到了 这里是破府酒吧 等待哈利的是魔法部部长 小天狼星越狱了 行事相当严峻 部长让哈利到开学为止 都住在这里 第二天一早 哈利遇见一只大猫 在追一只老鼠 他跟着一毛一鼠来到楼下 却意外见到了赫敏和罗恩 久违地看到朋友 哈利真的好开心 但罗恩的爸爸却神色紧张 他偷偷告诉哈利 小天狼星是伏地魔的人 你三番无次地 破坏伏地魔的复活计划 小天狼星越狱 所以千万要小心 该回学校报到了 铁三角坐上火车 车厢里还有一个男人 看上去很虚弱 一直在睡觉 火车开到半路 不知为何停在了原地 周围的温度骤然降低 连车窗都截了窗 突然一只手拔住了车厢门 一个黑色怪物出现在三人面前 他对着哈利 就是一顿狂喜 哈利简直要灵魂出教 就在这时 那个男人突然起身 他的魔杖发出耀眼的白光 逼对了怪物 男人告诉哈利 那个是射魂怪 阿兹卡班的守卫 他们跑到火车上 是想搜捕小天狼星 回学校的旅途 纵算是有惊无险 开学典礼上 邓布利多宣布了三件大事 首先介绍一下 新的黑魔法防御课教授 鲁平先生 哈利一看 这不就是在火车上 出手相助的男人吗 第二件事 神奇动物科的老教授 今年决定退休了 新的动物科老师 将由海格来担任 最后 由于小天狼星在逃 这个学期 射魂怪会入住客 狗沃兹 要记住 千万别去招惹他们 开学 第一课是詹布宣 刚刚还不在的赫敏 突然出现在课堂上 把罗恩吓了一跳 詹布老师 叫大家通过茶叶渣预言未来 而哈利的杯子里 是一只黑色大狗 老师大惊失色 赫敏 打个招呼 想和他打好关系 要先鞠躬 再摸摸他的头 于是哈利骑身兵马 神迹的大飞特飞 这下马尔夫不高兴了 也嚷着要接 但他没有好好打招呼 导致鹰马发大火 踢折了他的胳膊 好好的一节课 就这么被搅和了 第三节是黑魔法防御课 路平教授要教大家 对付一种叫伯格特的生物 它会变成一个人心中 最害怕的东西 而消除恐惧的唯一方法 就是把恐怖的东西变搞笑 比如说 如果你害怕斯内普教授 就让他穿你奶奶的衣服 如果你害怕蜘蛛 轮到哈利了 伯格特反应了一会儿 竟然变成了射魂怪 路平赶紧把哈利护在身后 收回了伯格特 下课后 哈利找到路平 问他为什么射魂怪 对自己的影响格外严重 路平告诉他 射魂怪以人的苦痛为实 和其他同学相比 你的苦痛确实太早 也太多了些 这天 宿舍守门员康女士遭到了袭击 据他所说 小天狼星已经进入了学校 邓布里多赶紧下令 将学生们集中了起来 然而他们搜遍整个学校 也没有找到小天狼星 斯内普怀疑 是卢平教授和他理应外合 毕竟他们上学时就是好朋友了 更不要说卢平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一个狼人 学生们蒙在鼓里 还一口一个教授呢 为了让大家提高警惕 第二天 他画了一整阶课 介绍狼人这种生物 他们一到满月就变身 变身时六亲不认 只能回应同伴的呼唤 他疯狂暗示大家 危险就在我们身边 没想到 危险可不止这一个 这天是魁蒂奇比赛 但天宫不作美 电闪雷鸣风雨交加 为了抓住金色飞贼 哈利越飞越高 知道 哈利被射魂怪吸了魂 失去意识 从扫帚上摔了下来 再醒来时 他躺在校医院 比赛输了 扫帚也摔断了 哈利好懊恼 再次找到卢平 希望他能教自己 对抗射魂怪的方法 要想对付这群东西 必须学会守护神咒 念出咒语的同时 得想着最快乐的回忆 回忆越快乐 咒语就越强大 哈利想象着爸爸妈妈 指使了两字就成功了 连卢平都不禁感慨 真是个小天才 但小天才也有烦恼 到了周末 同学们都会到活米村去 那里都是巫师 不用怕魔法暴露 能玩个尽兴 但哈利没有家长签字 根本去不成 就在这时 罗恩的双胞胎哥哥 给了哈利一张纸 这是火电地图 能实时显示 每个人的位置 还记录了一条 去活米村的密道 有了地图的帮助 铁三角顺利回合 然而经过一家酒吧时 哈利却突然听见 有人提到了自己的名字 于是他披上隐形衣 悄悄溜了进去 没想到等着她的是 一个残酷的真相 原来小天狼星 从是爸爸妈妈的挚友 还是自己的教父 但他投靠了伏地魔 出卖了自由 让哈利变成了孤儿 为了跟出后患 还残忍地杀害了 另一位好友彼得 连尸体都毁掉 只剩下了一根手指 哈利气得浑身发抖 他暗暗发誓 如果见到小天狼星 一定要亲手干掉他 为父母报仇 这天晚上 哈利随手翻着火点地图 却突然看到了彼得的名字 他偷偷溜出宿舍 来到图上的地方 啥也没看到 还被斯内普教授抓住了 还好卢平及时赶到 替哈利解了围 他以教授的名义 拿走了火点地图 哈利告诉卢平 这地图好像也不是很准 刚刚上面出现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彼得 卢平相当震惊 但哈利却觉得 他好像还有点高兴 第二天 铁三角听说了一个坏消息 由于伤到了马尔弗 鹰马要被处死了 他们难过地来找海格 突然桌上的罐子被打碎了 赫敏发现 有人从窗外丢了一块石头 星星的人来了 他们从后门溜走 躲在大南瓜后面 就在这时 赫敏又听到背后传来奇怪的声音 可当他回头看时 却什么也没发现 怪事一个接一个 贴三角刚要回宿舍 一只黑狗突然窜出来 叼着罗恩就冲进了树洞 哈利和赫敏赶紧跟上 可这哪是什么树洞呀 分明是个密道 密道一路通向了一座飞机的鬼屋 黑狗也不见了 站在他们面前的 竟然是小天狼星 哈利刚想跟他拼命 卢平却突然赶到 多了哈利的魔障不说 还和小天狼星热情地拥抱在一起 铁三角人都傻了 卢平赶紧告诉他们 小天狼星是被冤枉的 真正背叛的人是彼得 大家都以为他死了 知道哈利在地图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卢平才起了疑心 小天狼星告诉罗恩 你那只缺根手指的老鼠 就是彼得变的 普通的老鼠哪能活那么久 老鼠一天晃了神 落地变成彼得 或而命往外跑 却还是被抓住了 为了洗清小天狼星的冤屈 哈利提议把他交给射魂怪 然而一行人走出树洞 却撞见了一轮圆域 卢平当场便是狼人 开始乌差别攻击 小天狼星变成黑狗 却也没能安抚狼人 身受重伤倒在了湖边 狼人还想攻击哈利 然而就在这时 远处想起狼嚎 听到同类的呼唤 狼人转身离去 然而小天狼星的行踪 却被射魂怪发现了 他们无洋洋地涌了过来 哈利试图保护教父 但寡不敌众 他很快就虚弱不堪 就在这时 湖对面一道白光乍现 迷迷糊糊间 哈利似乎看见一头鹿 那是爸爸的守护神 射魂怪被击退 哈利却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 他躺在小医院 赫敏遗憾地告诉他 小天狼星被抓住了 由于彼得逃跑 罪名无法洗清 他被判处了死刑 哈利急得团团转 邓不离多却神秘兮兮地说 原来为了能多上级节课 赫敏向教授 接了时间转换剂 这也是为什么 他能同时出现在好几间教室里 吊盘转了三圈 他们回到了这天下午 鹰马被处刑之前 不同时空的人不能碰面 他们只好偷偷行动 眼看魔法部的人都要到了 上一个时间的铁三角 居然还不离开亥格小屋 赫敏炒起一块石头 随后赶紧躲进树林 还差点被另一个赫敏发现 看着铁三角走远 两人迅速出动 救下了鹰马 随后便来到树洞附近 等待夜幕降临 无凭依旧变成了狼人 不断攻击哈利 情况越来越危急 赫敏灵机移动 听到狼嚎 狼人迅速冲过来 两人疯狂逃命 还好紧要关头 鹰马突然出现 赶炮了狼人 他们赶紧来到湖边 而此时湖对面 小天狼星和另一个哈利 正在被射魂怪折腾 哈利神在一一地告诉赫敏 等着看吧 等一下我爸爸就会出现 但他们等了又等 爸爸并没有来 是啊 他已经去世了 怎么会来呢 哈利伤心地举起魔杖 念出了守护神咒 原来救下他的人 就是他自己 射魂怪被击退 小天狼星却被抓住 关了起来 二人带着鹰马 火速跑来劫狱 两个死刑犯飞向高空 终于冲向了自由 而哈利呢 也回归了平静的校园生活 这天他收到了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 是一把最新款的扫帚 哈利也终于有了爱他的家人 这一步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彼得逃回了弗地魔身边 接下来又有什么危机 在等待着哈利呢 我们下一步再见吧 拜拜